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上午也开记者会 宣布我国再新增 一起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 就是日前经由香港转机确诊的 50多岁夫妻的儿子 这一名20多岁的男子 他是1月22号到31号的时候 跟父母亲一起去意大利旅游 而且在2月1号的时候 经由香港转机回到台湾 但是他在1月27号的时候 于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咳嗽的情形 返台之后他也接受了隔离筛检 在今天确诊 而目前我国累积 已经有17名确诊病患 8号上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国内再添一名武汉肺炎的确诊案例 至今累积共17人确诊 就是我们在欧洲 去欧洲游玩的夫妇的小孩 因为那两位确诊之后 我们立即记过当然是亲密接触者 一定要再进行一个详细周密的医调 检验出来是阳性 不过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这名来自北部的20多岁男性 是境外已入个案 他是在1月22号到31号 跟父母去意大利旅游时 疑似在香港转机到意大利途中 遭到感染 回台后确诊 而他的父母就是前一天公布的 两名确诊病例 这一家人在意大利旅游期间 接连出现咳嗽症状 而回台入境时都没有发烧 现在接连确诊 专家推测他们三个人 在飞机上的感染机会很高 也提醒大家 因为机舱环境较为密闭 接应搭击的民众要戴上口罩 而统计国内目前17名确诊病例 其中除了首例已经住院外 其余都在持续住院隔离治疗中 记者综合报道